欢迎来到邻家小院 今天的视频我们来聊一下怎样种姜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生姜种植的时间和条件 生姜播种时间一般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 双前收获 生长周期一般在210天左右 萌芽期大致为50天左右 经过60到70天长出叶子和侧枝 之后进入旺盛生长期 叶子和根茎快速生长 双期休眠 生姜喜欢温暖湿润 土壤疏松肥沃的生长环境 生姜洗水但是怕烙 土壤不能过于潮湿 洗光但是不耐强光 最好种在有上午阳光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2022年的生姜种植实例 2022年我的生姜种植情况是这样的 3月1号埋在Potty Mix里面催芽 相当于播种时间 5月15日移栽 10月19日双前收获 生长周期为237天 接近8个月的生长期 生姜是种在葡萄架的东边 下午的强烈日光被葡萄架挡住 避免了强光直射 生姜和佛手瓜种在一起 土壤肥沃 肥水充足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具体的种植过程 2022年2月初已有蒙发迹象的生姜 四大块买回来 放在室内的纸箱里 闷出芽点 3月1号把4块生姜 整块埋在Potty Mix里 在室外阳光下催芽 保持土壤湿润 下雨或室外温度 在5摄氏度以下的时候 搬到室内 在葡萄架的东边 有一个2×3左右的小菜床 今年把佛手瓜和生姜 种在这个小菜床里面 翻地的时候 加入小杯大半杯的蛋铃甲肥 再加入一小杯的有机颗粒鸡粪肥 同时把牛粪和堆肥混合 作为底肥使用 葡萄梯的一 Drag 现质木钥匙 搬到小匙 盐鱼 5月初天气转暖 姜苗粗状进入旺盛生长期 随时可以移栽 在这颗扶手瓜下面种生姜 因为去年就在这里种 我觉得种的还挺好 这个地方半阴 5月15号移栽生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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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块生姜在移栽的时候 有一块断成两颗 所以现在总共有五醋生姜苗 还有三四个很小的姜段 也种在地里 这是6月17号的姜苗 在移栽一个半月左右 我们要开始第一次培土 培土这里我们需要用到 还有柯단烧椒 有机颗粒鸡粉肥 蛋壳肥 骨肥 这是菜床肥 還有牛糞 放著麵糞 切成麵糞 放著麵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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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拌匀的肥培到生姜的根部 7月28号第二次培土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生姜露出地面 第二次培土主要是用牛粪土和鸡粪肥 生姜的根茎不能暴露在阳光下 见光会停止生长 所以在姜块露出地面的时候要及时地培土 不断地培土可以提高生姜的产量和质量 今天是10月19号 明天降温 所以我们赶着在降温之前把生姜都拔出来 吃火烧烤牛公里好 用锅鸡匀 高冰火 挤水 辣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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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